男人出轨不是有多爱小三,是因为小三给他能带来六个感受 男人出轨不是因为这个男人有多爱小三,也不是男人不爱妻子了,也不是男人对小三是真爱 而是出轨男人从小三身上能得到他想要的一些东西 出轨能让他暂时逃脱婚姻的平淡和乏味 我们接触大量案例中,大部分男人出轨之前,婚姻发生了一些变故 比如夫妻长期两地分居,比如男人事业遇到困难 比如夫妻两个人长期吵架,或是冷战 比如婆媳不合,男人夹在中间,不知道怎么办 比如妻子怀孕,男人控制不住他可笑的欲望 比如男人面临中年危机,想从年轻的小三身上找到年轻的感觉 以上都是男人出轨的高发期,所以没有哪个男人会无缘无故出轨 他出轨的后面会隐藏着原因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出轨男人找小三的六个原因 第一,出轨的男人,因为小三给他带来刺激和新鲜感 婚姻日子久了会进入平淡期 这个时候需要夫妻创造新鲜,一起携手度过 但男人偏偏不这样做 他看见身边的人找小三,觉得很刺激 所以他向外发展找小三,是为了从事新鲜感和刺激感 第二,出轨的男人因为小三理解他 夫妻采米油盐过日子,难免有磕磕碰碰,有吵架是正常的 但是有些男人却觉得不正常,他在外面找小三 他觉得小三理解他,体谅他 而妻子每天只知道责怪他 妻子们你了解你的老公吗 第三,出轨男人认为小三让他体会恋爱的感觉 有些男人觉得婚姻日子长了,就和妻子没有爱情了,变成亲情了 然后找小三,感觉小三能让他体会重新恋爱的感觉 第四,出轨的男人认为小三让他找回了年轻的感觉 这种感觉发生在中年出轨男人身上 中年危机的男人,他事业有层,又怕自己变老 为了逃避自己的中年危机,他会早比自己小很多岁的小三 然后从年轻肉体上感觉到自己很年轻,然后来自己骗自己 第五,出轨男人认为小三让他逃脱了现实的约束 我文章开头说过,一个男人出轨前肯定不管是夫妻之间,还是事业或者生活上遇到很大变故 比如亲人的去世,比如工作的不如意 这个时候男人是最脆弱的,他为了逃避现实 找一个小三,从小三身上得到安慰,然后来逃脱现实 第六,出轨的男人认为小三对他百依百顺,他有尊严的活着 有些男人大男子主义,他觉得妻子平时太强势,或者妻子整天骂他,给他没有尊严 这个时候出轨的男人想要获得尊严,他就去找一个对他千一百胜的小三 然后从小三身上得到自己的尊严 今天的文章是为了帮大家解开疑惑 我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家看清男人的真面目 并不是为男人出轨找理由,因为我写的这些都是男人的真实想法 并不是男人爱小三才出轨 并不是小三比你优秀,男人才出轨 而是男人出轨的背后有着很多原因 有些妻子可能会说,出轨哪有那么多原因 他就是杂,我没有问题 如果你这样执迷不悟 就算你和这个男人离婚了 你进入下一段婚姻,你的老公还会出轨 因为你没有反思自我婚姻中出现问题的能力 你没有经营婚姻的能力 你没有在婚姻中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你不会游泳,换再好的游泳池,还是不会游泳 中言逆耳,我还是那句话 我想要帮助那些想真正解决老公出轨的妻子们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挽回出轨的老公 想要寻找免费帮助 可以关注我们的头条号 妇协会答应堂 1预党